鉴定一下网络人们视频 这个球的接触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从身体侧后方的接触动作 意图虽然是抢断球 但是这个下手动作是不必要的 身体接触的发生 进攻人也因此而倒地 平衡被严重破坏 犯规是肯定的 是否是尾体犯规呢 根据我们的C4条款 在一个开放路径中从身体的后方或者侧后方的接触是尾体 但视频中看不到前方是否还有人 所以C4需要考虑一下 这球呢 其实C3会更符合一点 一个攻防转换中没有必要的身体接触 所以这球我更倾向于宣判尾体犯规 这球明显是一个尾体犯规 人虽然看着是没动 但是他的站姿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动作 一次的膝盖明显是向外翻迎着进攻人去的 那这一个故意的伤人行为宣判尾体犯规 这个问题真是送分题 肯定是走不补球 运球学术后用同一单脚的连续处地 也就是俗称的南斯拉夫部 是走步伪力 那这个视频也是一样的情况 一个单脚连续处地的伪力 是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南斯拉夫部的动作 那这个脚步呢 是比较细微的 需要去更仔细的观察 然后进行宣判 再过来 点击